桌子上面我给你们 一人预备了一副眼镜 看到了吧 看到了 来 咱们戴上这个眼镜 感受一下 挺好的眼镜 就是贴俩黑点 这成衣不让我们看的 是的 就看不清楚了 我看着你们挺可乐 什么感觉啊 觉得东西有障碍 眼前一片黑 一片黑 您是一片黑 您是一片黑 看不见了 对 反正就是你 它正中间嘛 你能看你的地儿 对啊 该聚焦的地儿 就是给你挡着 你只能用余光 看着上下左右 是的 得要斜着眼 就得这么看着 绝对不是为了出丑 让大家觉得好玩 而是因为我们今天 讲到的一种 眼部的疾病 就跟你们现在眼睛里 看到的那个感觉 是一样的 来 请看大屏幕 我叫刘宝生 今年66岁 我是一位老年 黄斑变性的病人 您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眼中的世界 在我的眼睛上方 总是有一个黑影 给我的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在患病前 天天读书看报 上网看新闻 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 这些字在我的眼里 都是重影的 看起来特别费劲 越看越不清楚 索性就不看了 以前我喝水 都用小杯子 可现在没法用了 因为杯口太小 我老是把水倒在外面 只能换成一个 杯口特别大的 杯子喝水 我出去溜弯的时候 也只能抬头走路 因为一低下头 看路就觉得 深一脚浅一脚 还有些悬晕 自从我患病之后 老伴和孩子 都挺担心的 每次我独自出门 他们都怕我磕着碰着 睡倒 有时我会觉得 自己拖累了家人 让他们老是为我担心 这就是我与眼前 黑影的故事 而故事的开头 也是从视力下降 模糊开始 今天我们把刘叔叔请到了现场 那您捂着 您看看连续呢 我现在磨了模糊 就跟刚才那黑影似的 物状似的 咱们眼俩这么近 我这耗这么大 我勉勉强强地能看见你 因为离着距离比较近 你要我到他那 我就看不见他脸面 只能看一轮廓 大概轮廓 我跟他说 我就看一什么 就跟他那磨砂玻璃 在浴室洗澡 外头看不见你 就是这种情况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眼睛里就那样了呢 我这眼睛是从15年吧 一开始的时候 是好像就 一走 早上起来我那瘟儿 我今天没有雾啊 我一看好 就跟那雾萌萌似的 我这一回头 我特意地 我跟这眼睛闭上 我一看好 雾萌萌 好像跟那磨砂玻璃似的 透过那种现状 我说眼睛怎么了 怕了我一琢磨 还得了 甭管他 甭管了 甭管他了 为什么说呢 因为我的概念就是 我所接触的父辈了 还有老人什么的 他们认为 随着年纪的增长 越来越大的眼睛 虽然有儿然也花了 花了 看不清了 都是正常 所以来说 我觉得是正常 我这一直都没管他 到了16年 我也没管他 后来到最后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程度 就是看着 就咱们这地下的方端 不是有横线吗 对 我这一瞧 那天突然走着 上加勒服 我走着 低头 我这一瞧 又怎么晕得呼的 觉得 完了这线 全是曲线 横线 也是这样的 我说 不行 我得看看这吧 这才去医院 乔医生 那结果一检查呢 结果一检查 就是在黄斑变性院 黄斑变性 对 连续听说过这病吗 没有 我觉得像您说那个 刚才说老年的 所以我觉得 八九五离十吧 就是你看老了 脸上可能就长个 什么老年般 长上长上 就长眼睛里头去了 您觉得呢 就我也知道这个病 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老伴呢 两年前呢 就查出来这个毛病 听说还会失明 也不知道这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看您这么一说 刘叔叔都紧张了 刚才表情 哗凝固了一下 我是不是觉得 这个黄斑 就是眼睛里头 发霉长毛了 他这么快斑呢 是不是 他长斑以后 然后一变性 变性是不是挨变呢 黄斑变性 是不是挨变 你再说 刘叔叔一会儿走了 没关系 那我就别说了 别把刘叔吓了 我现在已经 替他们要了解 比较善了 要了解了 对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的眼睛里长斑 还长霉 您这个太不科学了 我们找一个专业的人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来 北京同事院眼科 黄瑶副主任医师 欢迎黄医生 您好黄医生 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各位嘉宾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先请黄医生解释一下 黄斑 黄斑变性 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黄斑变性 就是刚才你们讨论的一个病 这个病呢 其实它的名字叫 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老年性黄斑变性 这个呢 是我们50岁以上人群当中 最容易发生的一个 致盲性眼病 而且呢 它是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 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呢 它的发病率是 15.5% 相当于是 五个人 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 每六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 老年性黄斑变性 患者 我真没想到 我们今天一开始 还乐乐呵呵的 没想到这个病 发病率这么高 这么严重 所以大家伙得 好好来学习一下 要想了解这个病 就得先从黄斑开始了解 咱们来学习一下 这个黄斑到底是 是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像他们说的一样 老年斑长到眼睛里去了 就从你们两个观点来讲 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里 原本是没有黄斑的 对啊 对吧 是干净的 结果呢 时间一长 它长了某种不该有的误诊 对对对 好 他们俩能得几分 给个零分吧 很多人对黄斑 它有一个误解 就像在我们门诊的时候 有些患者 他就着急地过来说 大夫 我眼睛里边长黄斑了 我怎么办呀 这个时候呢 我一般会跟患者说 恭喜你 你有黄斑就对了 没有黄斑才麻烦了 我们说的1.0 0.8 0.6 这都说的是黄斑那查出来的试理 所以咱们从小查试理 查的其实是黄斑 但是我们居然都不知道 黄斑在哪 还有人说 他的眼睛里没有黄斑 你的试理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看一下 左边这个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眼底像 这个是湿盘 然后血管都非常的清晰 中间这个颜色稍微深点的 就是黄斑 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眼睛看东西 光线要聚光 通过我们的角膜 金状体最后聚焦 就会准确地聚到我们的黄斑上面 只有聚到黄斑上的光 我们才能够获得一个清晰的图像 我们看东西才能看得清楚 它是我们眼睛视觉最敏锐的地方 它呢就负责我们的精细视觉 可以有形状 大小 颜色 距离等等 都是由我们黄斑来负责的 那如果我们把眼睛整个比 做成一个照相机的话 黄斑是相当于照相机的什么部位 黄斑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 而且黄斑这个底片 我们人这一辈子只有这一张底片 所以那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一下 黄斑变性就是哪出毛病了 底片 底片出毛病了 所以那底片一出毛病 要不然就是洗出来那照片 看不清啊 或者是扭曲变形啊等等等等 对 黄斑出了问题 我们看东西就会发生变化 这个呢就是 对 失误模糊了 这个很容易让人误解成近视 是 这不是近视吗 近视也可以是这样的模糊 黄斑变性早期也可以是这样的模糊 是吗 刘叔叔 就是看不清 对 我这跟那一样的 板地杖它也会表现这样的模糊 模糊 对 所以呢我们就是告诉大家 你出现视力模糊了 千万不要自己就认为 我板地杖了 我老花了 我不用去看 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有问题及时看 然后刚才大家都戴了那眼镜了 戴了眼镜之后 你们感觉到的世界就是这一幅 对 这一幅呢就是中心暗点 就是你看东西 黄斑区出现问题 因为黄斑它是在视力的最中央 黄斑出了问题 你看东西就是最中央那个地方遮挡 不管你往哪里看 只要你看到的最中央都是一块黑的 所以对我们视力的干扰是非常大的 这个呢就是它出现事物变形 事物扭曲了 就是我们说的看东西直线变成弯的了 直线变弯曲 最后这个就是对比敏感度下降 因为我们黄斑刚才讲了 它也是负责我们的颜色 所以黄斑出现病变呢 我们的对比敏感度下降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看红绿灯 本来那个红绿灯 红的是红的 黄的是黄的 绿的是绿的 但是在黄斑变性患者看来 可能那个红绿黄之间的差别 就比较小 就是一个对比的色差比较小 对对对 今天我看电视 蒙上这个好眼 拿着坏眼睛看 那就等于黑白片 一点颜色没有 惨白惨白的 这都蒙了一层白蒙蒙的东西 是的 是的 是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都会出现啊 都会出现 就只是说恍斑变性 轻的时候出现这个 重的时候 可能就出现这样的一种病变 所以刘叔叔您看到的世界 现在目前这四种情况吧 我眼睛都是反映出来的 都是真实的 所以其实我们说起来 还真的挺心疼的 是 关键是我有一个好眼睛 这眼睛再坏了就麻烦了 那这可得保护好啊 是 没错 真是让人说起来 这美好的大千世界 全靠眼睛啊 没错 所以我们接下来 让大家明白一下 这个黄斑变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哪出了毛病 然后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斑变性呢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 老年性的黄斑变性 这个呢 它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 肝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 它是在我们年龄增大以后 我们的一些代谢产物 它就堆积在了黄斑区 就形成一个黄白色的 一个像黄点一样的 我们叫玻璃油 这种东西形成以后 它堆积在那儿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 能理解 像我们戴眼镜的 时间长不小心手碰怎么 这慢慢就脏了 就等于有脏东西在那儿 你就看不清了 对 那还有一个湿性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 这个呢 就是正常我们说的瞳孔 光线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瞳孔 进到我们眼睛里边 进到眼睛里面之后呢 它就是聚焦到 我们刚才说的黄斑这个位置 黄斑中心 是视觉最敏日的地方 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黄斑的一个切面图 下面红色的就是脉络膜 正常我们眼底 它是有血管生成因子 促进我们眼睛 正常的血管生成 这是正常的一个血管生成 它就在这个位置 它不会突破某一个膜 到达别的一些地方 但是有时候呢 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 异常的情况呢 这个新生血管 这个血管在里面长 你看 它长到了不正常的位置 它突破了我们的Brucci膜 长到了视网膜的下面 而这种新生血管呢 它是一个不健康的血管 它容易渗出 容易破裂出血 所以到我们的黄斑下面之后呢 它就出血 渗出水肿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湿性老年性 黄斑变性的眼底图 可以看到 黄斑这个地方 有一个新生血管膜 在膜的旁边 有出血 这就是我们典型的 湿性老年性 黄斑变性的眼底改变 对于这样的一个病呢 我们进行治疗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一定还是要早治 你看 右边这个 大家一看就知道 又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呀 对吧 又是渗出黄斑色的 又是血 而且这个范围还很大 这个呢 就是比较重的一个 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 就是您说的 一生只有这一张底片 而这个底片 如果坏到这个程度 那就真的是只有失明了吗 如果底片坏到这个程度 那我们就是只能是 尽量能怎么医就怎么医 如果它还有另外一只眼睛 是好眼睛 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它 你就把治疗重点 或者是你的关注重点 放在好眼睛上 所以刚才您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点 就是如果一旦发生 第一它是不可逆 对 第二它不能换 所以就是早发现 早干预 就可以延缓它走向失明 对